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都觉得不理解那么好的对象过来你怎么不答应 但是其实这个公主心里很痛苦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确实在受苦却无人相信 就是说你确实心里有很大痛苦 可是人家都觉得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是用在阿斯伯格的配偶身上 外人看起来阿斯伯格很多方面非常优秀 非常顾家工作非常勤奋或什么 但是呢这个作为配偶的另一方感到很痛苦 内心感到痛苦 所以我们来今天的第八章 卡桑达拉郑后群 台湾郑后群竟是syndrome的意思 无人理解的痛苦 卡桑达拉郑后群的痛苦是 你确实在受苦却无人相信 台湾对亚斯特制的莽然陌生 让许多问题被掩盖 深受其苦的就是亚斯的伴侣 亚斯的淡漠失去热情 性行为频率减少 都不被当成重要问题 受苦的伴侣无处诉说 只能在精神科门诊里 轻描淡写的说失眠焦虑抑抑郁等症状 其实真正出问题的团结却从来没有能处及 卡桑达拉郑后群这名词 可以用在亚斯人身边的伴侣 同性也可以 同性伴侣也可以 父母小孩手足身上 手足就是兄弟姐妹 然而最常感受到卡桑达拉郑后群的 还是亚斯男的太太 毕竟夫妻要长期相处 而传统两性间的分工与权的关系 让太太特别容易受到亚斯先生的影响 亚斯人容易造成太太女友的卡桑达拉郑后群 以及随后产生的抑郁状态 这是我们必须证实的问题 小时候就整代为亚斯伯格郑男生 反而不容易造成卡桑达拉郑后群 因为个案从小就接受亚斯的身份 家长跟伴侣也会有心理准备 也说不定家长老师从小就为个案准备了许多 感情表达以及社交技巧的课程 帮助他们经营后 婚姻生活 没人相信你受的苦 情感的交流 爱与归宿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当NT伴侣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 亚斯人常常感受不到 亚斯人或许自己给 或许觉得自己给的够了 但爱情不是有逻辑或者科学 未接受诊断或者未达到诊断标准的亚斯人 反而长造成身边所爱的人成为卡桑达拉郑后群的一员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卡桑达拉郑后群的重点是你受的苦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能明白你经历了什么 听的人觉得你可能有点委屈 也可能有缺的一些事实 你知识无法放下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你的男人在外面形象不错 他努力赚钱 认真负责 同时扮演好儿子 好爸爸的角色 所以当你抱怨一段时间以后 人们开始指责你 群造你的错误 人家会说男人就这样啊 渐渐不理会你这个话题 最后你觉得自己被孤立 没有人能了解 你的男人在你身上造成什么伤害 你觉得孤单无处可以诉说 抑郁症渐渐出现 轻视到你的人生 到最后人们知道你的抑郁症 却没有已经 却已经没有人记得你最初说的那些事情 得不得想要的爱是谁的错呢 卡桑达那故事源于希腊老神话 很有丰富的隐喻 常为后世所引用 卡桑达那政后群现在最常用的用法 是指因为男伴侣的人格特质 包括脑伤造成的个性变化 导致女生无法满足情感上的需求 包括爱关心以及亲力关系 但别人包括女性自己的亲人朋友 无法接受她的观点也痛苦 反而指责她不应该容赐 许多时候南亚斯还是按着扮演 很在意她 可是表达爱意愤怒的方式 超出女生能想象与接受的范围 这会让女生感觉到孤独和被爱 自我怀疑造成一连串的心理压力 有的甚至演变成抑郁症 对许多anti女孩来说 爱情值得不断的诉说 安全感永远不减少 女孩需要呵护 但有些亚斯兰觉得我已经送过花了 为什么还需要一直送呢 我已经说过我爱你了 为什么需要一直说呢 我很认真思考我们的前途 工作赚钱都是为了现在 与未来的小孩规划 为什么我们每星期都要制造恋爱的感觉呢 舆论不见得会站在女生这边 她常发脾气 是不是你需要趋索的太多 她不在浪漫 是不是你给她太多压力 她跟你做爱的评理降低 你自己是不是需要检讨 其实她很好的了 认真工作不外遇 在哪里找这么好的男人 没有警觉的亲友 医师治疗师 会觉得这是小事 最悲惨的是 因为亚斯兰专注工作 说话直接 常在小孩面前说 太太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太太基于家庭和谐 不反对 小孩长大后 接受爸爸的价值观 常也觉得妈妈做得不好 有争吵师会选择站在爸爸这边 知道问题才能改善问题 马斯宁阿斯顿擅长 对受到亚斯人印象的伴侣 家人提供心理治疗 他已经写了四本 讨论亚斯人婚姻女爱情的书 他这里常见的 卡桑达拉尔症候菌的症状 包括低自尊 感觉困惑迷惑 感觉愤怒沮丧 社区自我 焦虑恐慌 偏头疼 体重降低或者暴食 金钱症候群 免疫力降低 其他身心状况 欧美国家大概20年前 开始关注亚斯伯克正 所以现在有许多小时候 来不及发现有问题的中年人 在探索自己的亚斯特质 台湾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大量的讨论 亚斯成年人感情世界的大众书 很少有人在讲神经多元性 多元化 以及亚斯特质的 台湾媒体一间领袖 对亚斯议题 盲来陌生 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 支撑亚斯社群大力发声 许多问题被掩藏 健身对太太失去热情 不再浪漫 性行为的频率或品质下降 在台湾不被当作重要问题 受苦的太太们很难找到人诉说 可以想象的是 会有不少卡上到 治后军的受害者 到精神科诊所看诊 到精神科诊所看诊 轻描淡写的讲一些 痴瘾焦虑 抑郁症的状况 对自己跟先生的真实互动 避而不谈 以后也不会多说话 持续看诊吃药 至少知自己的状况 不要太糟糕 阿斯顿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察觉了解 接受亚斯特质 是赶赛卡上到那 之后群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可以买亚斯伴侣 使用手册之类的书来看 在书里网络论坛里 阅读其他伴侣的经验坛 第三步 是搜寻相关的研究 最后有必要的时候 是寻找擅长亚斯伴侣 持续的心理师 在谈完这些资源都不大好找 多数人会觉得心理治疗的费用太贵 怎么说服亚斯先生做心理治疗 又是一个常常会激起暴露的问题 亚斯先生常会说 你举科文者为例 说许多名人有亚斯特质 他也过得很好啊 我何必要改变自己呢 没人理解的痛苦 就从写出这一本 这一本中文大众科普书开始吧 然后看看台湾出版社会不会有兴趣 更多的给亚斯人看的使用书籍 唯有让社会大众知道的 什么是亚斯特质 让警觉的父母从 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着手 让好奇的读者 突然哪一天摸摸头脑说 这里面书书里面内容 好像在说我自己 一点一点的 我们才能减少 介绍在卡桑道劳政权里的女性 那么这个书应该是 2018年还是2016年写 所以后来呢 这个这书是有几本 这个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 觉得自己是亚斯伯格政 然后自己写书 我上次那个一个是女的 对吧 一个女的 是非常优秀的 是曾经上过伦敦的一个艺术学院的 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学校之一 那么毕业的 也发觉自己是亚斯伯格提了一本书 说原来我也有自闭症 对吧 所以这些至少在台湾来说 有成人的 亚斯伯格的或者是自闭症的 小时候不知道 大了以后反省 很多次从看这本书开始 那我们下读 太太诊断于先生有亚斯后 拯救婚姻 这是太太发觉 这个先生其实是亚斯伯格政 他拯救婚姻 这是个故事 2008年的某一天 30岁结婚5年的 5年的大卫分歧 因为太太格利斯丁 协助他诊担亚斯伯格政 挽救了摇摇拒罪的婚姻 然后戏剧性的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大卫是半导体工程师 从小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不一样 在他的行业里 有不少跟他一样的怪客 比如说他会注意 3月14号是派日 派就是圆州里 会注意 而且喜欢可以被删除尽的数字组合 但他有着过的能力 眼色自己 让同学朋友同事 不会感觉到他有牙齿的 大卫会预想各种社会情景 事先在脑海里构想剧本 演练各种脸部表情 想好要展示着版本一版本的人格 以及跟哪一群人要谈什么话题 这样的社会交流很累人 而大卫回家还会回想到今天的表现 如果松懈下来 大卫会变得喜欢挑别人的错误 想把话题拉到自己的兴趣 然后长篇大了 过于自我专注 导致没注意别人的肢体语言 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他的安排 他会变得烦乱易怒 买不到喜欢的汉宝 汉宝包 会让他接下来三个小时 变得奋事急俗 勇与生气 并且引发让人遗憾的暴怒 当他跟克里斯丁软气火花 开始约会后 他学习模仿主流社会里面 对男朋友的期待 像个剧场演员演了足足一年 他努力时自己看起来有魅力 即使他偶然流露出有些天真或者笨拙的举动 但在被爱冲昏头脑的女朋友演 也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男人 归后不久 大卫渐渐露出本性 比方说他会坚持一定要到 到Jewall Oscal去买东西 连锁超市买东西 而且一定要到那比较远的那一家 不能在住家附近那一家店 因为大卫指定那家的气氛比较好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连环车祸而塞车 大卫会一直批评开车的人犯下哪些错误 持续听一个小时后 克里斯丁会忍不住调高收音机的音量 所以大卫说 这个人可能已经过世了 你可以有同情性一点吗 或者像大卫会 或者大卫会一直提问 感应机大餐要吃多久啊 克里斯丁便会很不难烦的打断他 这有很重要吗 别再说了 大卫还会把一些东西排列得很整齐 他会预定的顺序轻敲一些物品 夜晚也会按照一定的步骤 在房子里闹行 克里斯丁渐渐觉察到大卫的固执 自我专注过度反应 如果家里的绝脂水 橙汁喝完了 大卫会大力跺步拍打冰箱叫 为什么我们会这是星球上 唯一没有橙汁的家庭呢 这些生活事迹严重干扰着克里斯丁的情绪 在请客吃饭的时候 大卫会固执地决定所有宾客的披萨配料 如果克里斯丁提出异议 就会引发大卫诈力的情绪反弹 他专注的事情 他生活的常规 一旦被打断就会发脾气 这次打断他的是温柔的亲吻 这些问题让大卫和克里斯丁渐行渐远 他的曲线越来越明显 大卫觉得或许他们彼此真的不合适 本质上的卑制会造成彼此的怨恨 让克里斯丁对大卫接见等待 大卫不知道如何修复 离婚的念头开始在大卫和克里斯丁的儿子 克里斯丁的职业是语言治疗师 他治疗的对象有很多自闭症儿童 原本以中重度的自闭症为主 后来渐渐的有阿斯伯格森的儿童 他在这些小孩身上看到了大卫的身影 开始产生怀疑 有一天晚上他等两个孩子睡着 等大卫完成晚上八点半的例行事物 凝视驴具家的屋顶 让自己放松 然后克里斯丁给大卫一个久违的拥抱 要大卫到他电脑前 克里斯丁要大卫真诚快速 比想太多的回答一点才问题 你会容易沉浸在你的特殊兴趣当中 然后忘掉或者其他事情吗 你的幽默感会跟多大人 多数人不大一样 或者让人觉得怪怪的吗 一题又一题 大卫渐渐觉察 这些题目就是在描述他 完全符合他对自己了解 他紧紧抓住自己的手臂 开始哭泣 让克里斯丁跟他自己都吓到 回答完200道题目 有155题显示他有亚斯德尔斯 为了检视网络问卷 他要克里斯丁自己也做一遍 结果克里斯丁只有八分 知道自己可能有亚斯伯格症 大卫一点也不会难过生气 反而非常高兴 这一切终于都找到他解答 原来他的各种不一样 以及社交上的障碍 是因为他从儿童时期就有的脑神经特质 而且这是好几个月来 他跟克里斯丁第一次有温暖的情感交流 能够好好的深入的谈讨论问题 婚姻里的无助感与旧望感 在此刻终于消失 那些格格不入让人困惑的行为 现在变成一条条描述亲属的症状 原来这不是出于恶意 也不在于那里 也不在那么难以解释 做完 做完网络问件 看到大卫的正面反应 克里斯丁终于可以好好睡觉 大卫当晚就开始研究 自闭症光谱状况 他大量阅读 兴奋到难以成眠 原来这些症状也影响了 其他数以万计的 百万计的人 大卫觉得他可以做些改变 可以修复他跟克里斯丁的婚姻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 改变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卫在青少年诊断 青少年现在诊断过 诊断出多动症 他服用利他零 状况明显改善 没有妨碍他的学习 亚斯伯克这没有像利他 利他零那样神奇的子弹 他必须靠自己想清楚 如何在保佑自我的情况下 做出改变 克里斯丁在确认 亚斯伯克的过程中 对大卫的行为更能理解 接纳 懂得欣赏他的优点 也是他们最后能 为自己婚姻的原因之一 而大卫呢 为了确保能调整自己 解少对克里斯蒂无谓的干扰 他发挥了亚斯仁建立规则的强项 把许多灵感想法都随手记录起来 纸条 活跃词 祭司本 电脑 手机 随时想到 随时张贴 然后把每天的想法记录到这几本里去 当他跟着唱歌的时候 不要去动收音机 当他在讲电话的时候 不要硬要加入对话 不要逆手逆脚的靠近他 克里斯蒂早上需要时间洗个澡 准备上班 这些内容一样一样的寄托下来 有时候有些改变需要调整大卫 自己原本的生活常规 本来原本他早上要花一个小时 会把热水都用关 那他就会坐下来跟克里斯蒂好好讨论 大卫的努力对他们人生展来想象不到的变化 他把自己的体验经验写成文章投稿到纽约时报 结果纽约时报建议他写一本书 最后他写出了生活练习记录 The Journey of Best Practice 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 他辞去了工作 现在是专职作家热门的演讲者 像大卫芬奇这样戏剧化故事或许不多见 但是还是能够让我们体谅领悟了解自己的亚实特质 以及大量阅读的重要性 深受卡桑达那郑后群所苦的女性 可以买我与世界各个扑入摆在家里 看先生男友会不会无意看到 我们需要更多讨论成人亚实特质的繁体中文书记 以及网络行销文章 让周遭的亲人朋友对亚实特质能有更多的了解 等到有一天当亚实特质成为流行语言 在网络电视电影平面媒体大量出现的时候 亚实人与伴侣对这个世界的困惑或疏离 或许就能大量减少 OK